台湾像这种老宅很多 几乎都没有人 它这块土地就保存在那边 给后备人应该 然后这边也是 几乎都成废墟了 但是天依然那么蓝 树叶依然那么茂盛 这个就是在那谷桥的旁边 我是路过这里的 然后看到这个桥很特别 因为现在已经很少了 全是高级的桥 什么立交桥那种 太多太多了 所以像这种古老的桥 已经很少见了 所以说我就顺便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桥叫做永安桥 永远平安 好走一走好了 这个有它的简介太多了 我没办法一直读 不对这个是上面是刻的是 是当年的当年的人吗 人民吗 就是大家有捐款啊 什么的刻在这里 好了我要去走墙了 这个石板桥真的是很大 以前的话是要靠 那个手工去罩的 这样搬过来的 不要对到手机里出了 看把这些 全部是那个石板呢 不是很成型的 不是每一块都一样的 这样粗的 然后顺便带大家看一下 台湾的乡下地方了 看吧 很舒服 那个应该是一座庙 台湾什么不多 庙最多 他们的庙都不要钱 烧香 然后烧纸都不要钱 除非你额外要买 进门就有那种烧纸钱的 好可惜哦 一个木瓜躺在地上 这边过了桥之后 这边是个鱼塘 有时候路过是很多风景比较美 是说没有办法下车 现在的话反正都下车了 就走一圈吧 我刚才在水里面捞豆 好了 洗个脚 这就想起了一首歌 暖阳下 我用范范 这谁家的姑娘 我走在那桌小桥上 我很轻走悠伤 我会唱的 桥边歌唱的小姑娘 一眼脚在流浪 一眼脚在流淌 你说一个人在流浪 你说一个人 不会唱 一个人在流浪 光花模样 一落落大方 一落落在桥上 一落落在桥上 我听着她 不是小姑娘吗 是老太婆了 好舒服 这没有一个人 真的太舒服了 看吧 这又是一个庙 这个也是庙 我发现这个地方 这个古桥来拍电影 真的不错 好了 我再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桥 你们看的话 这个桥有多长 这个桥 人工怎么做得出来 看到没有 这个 等一下 我把架好了 来 看吧 这个桥 从这里 然后一直到这里 然后从这里 一直到这里 这么长 看到没有 这么长 这个石板 看到没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条 这个长方形的 很重 这样用手工这样抬过去 反正就是很古老的桥 好吧 最后再让你们看一下美景 好了 今天这个老桥就介绍到这里 朋友们拜拜 拜拜